为保护海洋生态平衡和附近海域渔业资源 今天上午,我是在镇海湾海域举行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 放流活动在恒山伦渡码头举行 是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温村镇政府以及部分渔民代表大约60人参加放流活动 增值放流的渔苗包括有3厘米以上黄旗雕苗7万围 3厘米以上黑雕苗7万围 1厘米以上斑截对虾苗3538万围 我们这些放苗是在南海福祉修鱼之间放苗 对我们的海洋机缘的增值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对我们海洋的生态环境有一个修复保护的作用 以后对渔民的增收 还有机缘的平衡起到很大的作用 人工增值放流是用人工方法直接向海洋、滩涂、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等天然水域投放或移入渔业生物的卵子、幼体或成体 以恢复或增加种群的数量改善和优化水域的群落结构 定期的增值放流不仅修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还可以增加附近渔民的收入促进渔民增收 本台记者乌端雷、梁锦超报道